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宜兰县国立树澳海市商业经营科学生 我们研究的主题是缘起缘落、来人国形象、异文化认同、对价格敏感度关系之探讨 以日系化妆品为例 至2012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之后 为了振兴日本经济,安倍大力推动所谓安倍经济学 就是一般俗称的安倍三建 所谓安倍三建市指日本为摆脱长达15年的通货紧缩困境 所推出的三项经济政策 分别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增加财政支出、以及成长策略 其中货币政策则设定了要在两年之内达成通货膨胀2%的目标 因此日本政府将大幅增加货币的供给量 连代时的日元贬值,而有利日本商品的出口竞争力 按常理说,在台湾的日本进口商品价格应该是要下降 以加会消费者大众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为什么这些日系商品的进口商姿态采得如此的高 这是本组所想要了解的 本组分别之央行及国贸局统计资讯网 得到1990年至2013年的每月平均汇率 即每月日本化妆品进口金额 以e-sale之回归与相关系数分析之后得到 日元汇率对日本化妆品进口金额弹性为2.92 相关系数为0.84 由于日元汇率会影响到日系化妆品价格 而日本进口化妆品金额则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总支出 所以如果日元汇率跟日本化妆品金额是成正相关的话 就表示日本进口化妆品的价格与总支出也是成正相关 所以就可以说台湾人对日本进口化妆品的需求弹性是小于1 也就是对价格比较不敏感 在找出日系化妆品的需求弹性是比较小之后 我们还想找出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台湾消费者对于日系化妆品的需求 我们假设对于日本文化的认同程度 以及对于日本品牌来人国形象、好坏等两个因素 会影响到日本化妆品的需求弹性 精同基分析后我们发现的结果有 第一点,受测者对于日本的品牌来人国形象属于较佳水准 第二点,受测者对于日本的异文化认同程度只是普通水准 第三点,受测者对于日系化妆品的价格敏感度属于较不敏感 第四点,异文化认同会正向影响品牌来人国形象 而品牌来人国形象会负向影响价格敏感度 第五点,小之女、亲手女族群的异文化认同程度较高 第六点,经济独立且事业有成的淑女族群 对于日本的品牌来人国形象较佳 我们的报告到此前出,谢谢教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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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